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房地合一稅 二點零修法 房地短期持有的定義 從兩年拉長到五年 在二零一六年之後 取得的房地持有兩年內出售的話 要課稅百分之四十五 要打炒房 而新制將在七月一號上路 房產專家就觀察 今年的新建案 瑞檢三成 新制實施將會造成供給量緊縮 第二季有可能會出現 新制上路前的拋售潮 立法院院會九號上午完成房地合一稅 二點零版三讀通過 房地合一二點零修正短期持有的定義 從兩年拉長為五年 二職短買短賣投機行為 寄出重稅 抑制炒房 烘抬房價 新制將在七月一號正式上路 我對這個政策工具 賦予高度的期待 因為過往 法人跟預收都沒有納入 而法人佔所有交易量 高達五十四%之多 也因此我們可以很相信 這一次的房市合一二點零 他有具有二一點零好幾倍的一個效果 屯床稅是房地合一稅的重要配套 國民黨團未來將加速積極推動 屯床稅的修正立法 房地合一稅二點零明定 在二零一六年後取得的房地 持有兩年內出售課稅四十五趴 持有超過兩年未滿五年內出售課稅三十五趴 持有五年以上未滿十年出售課稅二十趴 這次修法也將預收屋及其坐落基地 特定股權交易納入 視同房地交易以打擊預收屋炒作 和假借公司股權移轉之名 行房地交易之時的避稅行為 房產專家指出 受到政府打炒房影響 新建案有銳減趨勢 光是北台灣新建案第一劑兩千三百多億 比去年第四季縮水一千一百億元 跌幅三成 這個房地合一稅實施之後 它立即會造成的就是供給量上面的一個緊縮 就是不只這個中古屋主 很多房子這個被重稅的閉鎖期關注 就連新建商推預售案的這個意願 也大量的減緩了 房產專家預估 重稅閉鎖期拉長到五年 將造成攻擊緊縮 趕在七月一號新智上路前 第二季恐怕出現未滿五年物件拋售潮 記者傳說明講台北報導